帕托忘不掉迪丽热巴,又给中国女星点赞,不怕女友吃醋,收获甜蜜爱情后,帕托在中朝联赛是不可挡,他一度连续五轮比赛进球,此前,帕托公开表态,已经忘掉了迪丽热巴,也希望其他人不要再跟他提及迪丽热巴,但没想到,帕托自己还是在给迪丽热巴点赞,难道,帕托不怕女友吃醋吗? 今年五月,帕托在社交平台上,公布了自己的恋情,他和加拿大名模丹尼尔克努森确定关系,两人看上去恩爱有加,中朝休整期,帕托还和女友一起赴法国游玩,好似一对神仙眷侣,在和丹尼尔克努森交往之前,帕托一直很迷恋中国女星迪丽热巴,甚至全剑球迷和帕托的队友都公开为巴西前锋打扣,可惜, 帕丽热巴从未领情,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,帕丽热巴都没有搭理帕托,有了女朋友之后,帕托曾公开表态,希望其他人不要在他面前提及帕丽热巴了。 但如今,帕托自己却给迪丽热巴的社交平台点赞,并且一天内点了两次,一条是迪丽热巴发了关于自己影视作品的视频,一条是迪丽热巴发了自己的美照。 对此,球迷纷纷议论,难道,帕托对迪丽热巴还恋恋不忘吗?还有球迷直言,帕托心真大,就不担心女友吃醋发飙吗? 不过,帕托近期状态实在喜人,他一度连续五场比赛进球,把法国前锋莫德斯特牢牢摁在了替补席上,最近一场比赛,帕托也有助攻,帮助全剑2比0击败亚太,因为他的出色发挥,全剑已经来到了连赛第七的位置。